大家好,我们是亚新秀坊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种 世光空心线勾的运动学 我们可以做成人款 也可以做儿童款 勾边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帧数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在这里统一讲解 我们每一款鞋底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我们先勾底下的 上面的勾好了以后 放在底下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 我们每个鞋子上面都有这种小洞洞 然后每个小洞里面勾三针 如果手法比较松 可以勾三三三二这样的排列顺序 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 勾边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我们找到中心点 从中心点朝右数到第六个孔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个孔插针过去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成人的 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从第六个孔开始勾边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 勾边的顺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不论是左脚还是右脚 全部都是从右侧开始勾边 大家记住这个顺序就可以了 好下面我们学习起针 我们在拿到这个线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要用打火机 烧一下线头 在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线呢特别容易散开 所以一定要烧一下 下面学习第一圈 每个孔内勾三针 我们今天呢才用的是短针 另外我们有很多宝宝底 这个孔呢是没有全部通开的 我们收到以后用勾针 在里面勾几下就可以了 另外大家看一下勾针 勾针我是用可勾的 用的是四夹 如果是双头勾针 我们用最细的这边就可以了 这几种勾针呢都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从中心点往右数 数到第六个孔穿针过去 勾出来 短线压长线 用长线勾 勾的时候注意一下 针从线的底下由下往上绕 勾出来 这就等于一针了 再次穿入孔内勾过来 两针 再次穿过去 勾过来 三针 大家注意看带线的方式 小拇指绕线 食指撑开 很多姐妹呢是喜欢用右手带线的 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不做具体的规定 我们在勾的时候 哪种方法简单 哪种方便 就用哪一种 好我们继续在下一个孔内 再勾三针 大家注意看 勾针是由下往上 然后把线勾过来 两个线圈同时再勾一下 这一圈呢全部都是用这种方式勾边的 我们在勾的时候注意一下 三针一定要平铺开 千万不要落在一起了 这样子就不平整 因为我已经勾了几双了 手法相对来讲比较紧 所以呢我在每个孔内呢都是勾了三针 如果你是新勾的新手 或者是手法比较松 可以前面三个孔内勾三针 然后第四个孔内勾两针 也就是针数少一点 这样子的话 总体针数就不会偏多 另外我们在勾边的过程中 即时把枝片整理一下 让它朝上 不要外翻 如果勾两针的话 就是在这个动员内 勾两个短针就可以了 好我这里是勾了三针 另外我们看一下 我们每一个小边针的距离呢 尽量保持一致 如果两针中间的这个小边针 缝隙比较大 我们可以拆掉 重新勾的紧一点 总之我们每个小边针 尽量保持宽度一致 这样子勾起来的鞋子比较平整 我们第一圈呢 就是这样勾边的 等一下我们把第一圈勾完了以后 我们再学习第二圈 好下面呢 我们快速勾完 我们第一圈勾好了 勾针插入第一针小片针内 把线勾出来 顺势勾入后面一个线圈 再勾一下进行固定 这样子我们第一圈就勾好了 勾好了以后 我们用手来整理一下 一定要让小便针朝上 不能外翻 如果外翻的厉害 说明针数多了 或者是勾得太松了 那我们可以拆掉 那我们可以拆掉重新再来 我们把第一圈勾好了以后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了 第二圈继续全部勾短针 也就是在每个孔内勾一针 每个小便针内穿针过去 我们再看一下 每个小便针内穿针过去 小便针上面是两根线 千万不要穿成一根线了 好 两根线同时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再次勾一下 每次都是穿针 线勾出来 两根线同时并为一针 穿针过去 线勾过来 两根线同时并为一针 好 下面我们快速勾完 把第二圈勾好了以后 我们再学习第三圈 我们把第二圈勾完了以后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继续和第一圈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找到第一针的小便针 穿针过去 把线勾过来 然后顺势带入后面一个线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进行固定 拉紧 我们第二圈是短针 第三圈是双层短针 双层短针就是 在原来短针的基础上 再勾一个短针 它的目的就是 把前面的短针再包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 勾针 插入上一排的短针底下 也就是同一个孔内 再穿一次针 把线勾过来 继续勾短针 我们第二排的短针呢 是在小便针里插针的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圈 双层短针 那插针的位置是 上一排的短针插针的位置 我们插针的位置一定不要搞错了 这两排呢都是短针 唯一不同的就是 插针的位置不同 现在我们勾的是第三排 双层短针 在原来的短针基础上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勾的目的呢 是鞋子比较厚 因为现在呢 我们属于一个做基础 打地基的时候 底下呢一定要厚一点 所以我们勾的是双层 现在勾的是第三圈 叫双层短针 好 这一圈我们快速勾完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三圈勾好了 又勾到了最后一针 那我们把勾针继续插入 第一针小便针内 把线勾出来 顺势勾入后面一个线圈 再勾一下 我们再次整理 一定不能让它外翻 全部立起来 如果发现调整不好 说明勾得太松了 及时把它拆掉 重新再勾一遍就可以了 我们第三圈勾好了以后 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和第二圈的勾边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全部勾短针就可以了 这一排短针呢 是在小便针里勾的 这一排是正常的短针 好 我们快速勾完 好 第四圈最后一针勾好了 勾针继续插入 第一针的小便针内 把线勾出来 顺势勾入后面一个线圈 好 再勾一下固定 拉紧 再次整理 我们每勾一圈都要整理一下 保持一直向上 下面勾最后一圈 第五圈 第五圈的勾边方法和第三圈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双层短针 现在勾针插入第四排 短针底下 记住 一定不是小便针内 是短针底下 我们第三排和第五排的勾边方法是一样的 全部都是双层短针 第二排和第四排是一样的 都是勾短针 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把第五排快速勾完 第五排是双层短针 大家注意看我的勾针插针的位置 不是小便针内 是底下 好 我们快速勾完 我们这一圈勾完了以后 继续勾针插入第一个小便针内 把线勾出来 顺势勾入后面一个线圈 然后把线头剪掉 勾过来 拉紧 同时我们把两个线头都烧一下 一定要养成烧线头的习惯 万一散了就麻烦了 好 我们再次整理一下 一定需要让我们的枝片是朝上的 不要外翻 线头我们可以勾到枝片里面 勾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煎短一点 然后再次烧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我们一个底盘已经勾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勾好的鞋子 我们不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都是够了五排 一 这是二三四五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五排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们的讲解到此结束 上 感谢观看